再来医疗资讯头颈部癌症可以说是东部罹患率最高的癌症 花莲刺激医院日前举办东台湾头颈癌症诊治专家 花莲刺激医院陈培荣医师传记新书分享及签书会 也邀请到了副院长陈培荣畅谈在东部30年来 投入头颈部癌症治疗照护的先入历程 那么现场也有病友和家属前来分享 共同见证花冬偏乡头颈癌治疗的专业照护品质 以及耳鼻喉科专业人才的贡献 我妈妈大概是98年99年 疾患头颈癌 那这过程这个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妈妈有没有放弃过 有这个过程的辛苦 但是我记得我们要放弃的时候 尤其是我妈妈 整个那时候我们跟我妈妈说了一句话 她说不要放弃 活着就有希望 你的微笑我来守护 病人家属王小姐深有感触 尽管疾病让王小姐的母亲外观有些改变 但陈医师的一句话 不要放弃活着就有希望 不只守护了母亲的笑容 也守护了王小姐一家的笑容 花莲慈激医院20日举办东台湾投颈癌诊治专家 花莲慈激医院陈培荣医师传记 新书分享及签书会 邀请花莲慈激医院陈培荣副院长 对那从此之后我们就会跟我妈妈讲说 臣妇说你这样还是很美丽啊 你也不用一天到晚做 其实我妈妈那时候有好一阵子 大概半年时间不出门 她就不出门 那她讲了这句话之后 那我妈妈她才会愿意出门去走动 那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她就会笑容 就会有笑容 那当然我妈妈的情绪当然渐渐影响到我们小孩 那因为看到妈妈的笑容 那我们当然会跟着很开心 至少她走出了这一段她面容改变的时间 跟她这个历程 有30年的时间其实是在花莲湖 那我18年在台南度过 那在台北也度过了11年的时间 整个花莲的一个医疗才是上非常欠缺 那在地囊的一个时代 也真的是感恩上面创建了一个实际世界 特别是医院的这个部分 让我有机会来这个地方 能够奉献我的成长 希望说大家有根据我再为未来的可能还有几年的时间 能够再为这个地方贡献的温馨 这个也感恩大家如何参与进去 陈培荣医师出身台南 与台大医学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后 1993年致院前往医疗缺乏的东部 落脚花瓷院服务至今 98年率先成立东部最早癌症夸科整合治疗团队 现场包含慈济医疗法人副执行长郭汉虫 耳鼻喉科医师李嘉凤 耳鼻喉科代理副主任周玉虎等都出席见证 分享如何以精湛手术夸团队合作与照护 提升花莲词院投请来的医疗账户品质和口碑 也让花瓷成为东部持续30年来 唯一有耳鼻喉科24小时急诊的医院 记者长包吟花莲师报导